RGB0 然后这个绿色有 然后这个蓝色没有 OK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绿色的字了 那反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是像上箭头的话 那这边当然会有第二个判断 一般如果第二个判断的话 我们就用什么呢 else加一个if else if 如果第二种状况怎么样呢 假设我去抓什么呢 这个laps 这个laps 后面的值 假如是向上的话呢 那就变成红色 所以呢我copy一下 拖揽一下 把它贴上 那只是说then enter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先copy好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如果是向上箭头 那sells也是一样 select 那颜色的话呢 就是红色255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0 那向上的话呢 就是直接从这边去copy一下 向上 去判断说呢 那这边就要copy之后 请你按取消 否则你等一下 没有办法继续 撰写程式 把这地方呢 向上 OK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判断的范围就从这边到下面这个地方 OK 好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的程式 撰写完毕了 反正就基本流程 先范围 再判断 那判断因为有两个判断 所以我多一个else if 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 按一个f8好了 第一个往下 就抓到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它抓到是25个 所以呢 我们是25例 没错 OK 往下 那这个地方 先选取 向下 没错 因为它抓到 labs 第一个是向下 没错 然后把这一个选取之后的话 把里面的颜色改成 绿色 OK 那往下 else if 那这个地方是向上 所以呢 红色 红色 一直在一推 那最后没有问题的话 就把它run 直行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是向上 向下 自动会帮我mark起来 那当然其他的条件 如果说你今天 要在这个地方 做什么样的标注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下条件 它就自动给你 你要的颜色了 OK 好 这里的话 我想 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股市部分的 这个部分做出来 把画